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左墨之岸 冥界的帝王地獄決任務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 墓北歐隊伍 這個 基本上有替大家剛剛 在直播的部分示範的是 用火北歐 所以這是用墓北歐來做這個 基本上隊伍是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現在是用的是 木的屬性的隊伍 這個差別是在這裡 第一關這邊就是除技 就不特別解釋了 那個木的就是一吸把它做掉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木隊的話 第一關沒除到技 第二關很難除了 這個 比較需要注意是這個部分吧 其他我覺得還好 哦唷唷 因為第二關是水水 一下就被我們K掉了 這個還要四回合 由於我是沒有練滿技的 所以 技能 儲技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滿技的話搭起來就會輕鬆很多了 這個又不太一樣 現在的話我就不太 贊成說 直接 直接把木珠消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現在攻擊力可能會太大 因為現在攻擊力可能會太大 希望不要打死 希望不要打死他 太好了沒打死 沒打死就好處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這個木北歐它是沒有昇華的 沒有昇華所以沒有辦法加成 好 好像打這隻用水的 你看很快這個 就可以把它清掉了 兩回合 這個我們先開木北 這個我提過 用這個來打應該就夠力了 然後木屋我們開一下 好 當然我是希望還能夠殘血留一點點 不過無所謂 好 這邊我們還是可以繼續除息地 好 至於你要怎麼消隨便 好 不用四抗寶物所謂 我建議是把攻擊珠消掉是沒問題 好 因為下一關我們還要除雞 好 所以這邊盡量就是 消一消 好 留 新出就好 好 木妹開一下 這個有沒有消無所謂 好 因為木妹可以空轉 好 好 好 這個還有九回合 九回合 九回合 所以意思 言下之以沒錯 我們就是要撐九回合 所以盡量把新出就留下來 好 好 難度在這邊是說 靠我放棄 這位我放棄了 因為我轉失敗了 所以我就放棄了 沒有 沒有4C是沒有攻擊的 所以我心中要留下來 我看 哇靠 3C 喔4C 我過於5C 笑一跳 基本上之後光束看得出來 其他都看不出來 這個太木屋的壓力在這邊啊 好 基本上現在可以直接把他擊殺了 因為 呂布那邊至少我們也要吃5回合 好 這位我留的好 進場呂布的話最好是 滿血 好 看右邊沒拆到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幾乎每一回合都要有新珠 跟攻擊珠 不然 一樣是很危險的狀況 留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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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難得我那麼高C 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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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新珠就肯定要吃一顆了 好 再一回合 好 漂亮漂亮 這樣這次臨死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第一波的話 總之這個陽己我們是一定開的啦 我決定用壓血的打法好了 之前示範是沒有壓血的 好 壓血 好 剛莫名沒開 現在順便開一下 斜轉失敗 沒關係啦 應該也是會KO掉 哼哼 斜轉失敗 好 以上這個是用木北歐 配這個強拳的示範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蠻鳥的一個運氣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